美国国防部指巴基斯坦未建立反恐,因此取消援助资金,互联网熊猫师包讯。 美国国防部上周六九月一日表示,由于巴基斯坦未有采取果断行动,大基区内部装组织,决定取消几率该国的三亿美元援助,花府早前暂停发报该笔援助,现实最终决定取消,反映美巴已经转差的关系在次变了紧张,国防部发言人福克纳·康雷福克纳表示,该笔款项将会用于其他更紧急的事务上, 而取消援助仪式有待国会通过,国会今年已停止向巴基斯坦提供五亿美元援助。 连同这次的三亿美元,美国核控扣起八亿美元援助金,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曾公开批评巴基斯坦,指对方为邻国爱富汗的武装分子提供安全的藏身地方。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会访问巴基斯坦,主要讨论如何打击区内的武装分子。 美国国务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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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